在历史上 有许多荒淫无度的皇帝 为了一己之欲 伦理道德放一边 各个是花样百出 在千年前的金国 就有这么一位老兄 把荒淫好色 弯出了高度 他曾对大臣说他的志向 其中有一条 无论亲书 尽得天下绝色 而欺之 意思就是 只要是美女 不管她们在何地 适合身份 有没有血缘关系 都要欺之 有如此大致的 就是金国的海灵王 完颜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史料未及 完美人设 1122年出生的完颜亮 自幼聪明好学 除了继承祖辈的 好武之风外 他还特别喜欢 中原的文化 史书记载 学艺 相细 点查 言皆如生 谈论有成人气 反正当时 汉族文化人喜欢的 完颜亮都十分的精通 汉文化功底十分深厚 在汉文化的 熏陶下的完颜亮 是个贤义洒脱 颇有千千君子之风的文艺青年 他不但精通汉学 而且颇有文才 尤其是他的诗词 自成一体 创作的诗词雄魂囚禁 气象辉煌 暗藏秋鹤 做藩王时 他曾给人提写善面 写下了 大饼若在手 清风满天下之句 呈现志向非凡 在当时 众人称他 一银一勇 冠绝当时 江南文人 在看到他诗词后 都不得不叹服 说 北地之坚强 决胜江南之柔弱 此时的完颜亮 有着文韬武略的完美人设 在金国 更拥有了广泛的粉丝群 从宗室到大臣 对他都是赞誉有加 而当时的金国的皇帝 西宗 也对他十分的信任 然而人心不可测 声望日龙 更推动了完颜亮的野心 因为完颜亮 一直自认为 是金太祖的嫡长孙 至高无上的皇帝大卫 本应是自己的 对于由西宗的几位 一直心怀不满 他曾写下了一首诗 诗曰 绿叶之头金缕庄 秋身自有别搬香 一朝阳汝明天下 也学君王住者皇 正是他志在天下 野心勃勃的真实心声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尽管完颜亮很会做人 也很会说话 更是喜怒不形于色 而且极能揣摩人的心理 但在欲望之下 小处也能显现端倪 事情就因一个女人而起 这个女人名叫裴满 她的身份可不一般 她是金西宗的皇后 金西宗一生爱过的女人不多 裴满就是她的挚爱 有人戏说 金西宗只对一个女人好 对其他的女人都渣 当年她和裴满 你浓我浓 小日子过得甜如蜜 还有了一位皇子季安 但悲催的是 季安在一岁时夭折了 而以后裴满再没生出儿子来 这让金西宗深受打击 一天比一天颓废 开始沉溺声色 与裴满的感情也有些疏远了 当心有怨恨的裴满 结识了体态雄伟 懂情知味的完颜亮 他们的关系变得很密切 完颜亮成为他的男闺蜜 而完颜亮如此做 肯定是有所图谋的 1149年 是完颜亮27岁的生日 金西宗亲自赐给完颜亮生日厚礼 这本来没什么 但金西宗发现 自己最爱的皇后裴满 竟然也送了份厚礼给完颜亮 而且陪满的礼物比他先到 这让西宗大为不满 感觉被辜负的他 命人将陪满的礼物都拿回来后 更在雷霆震怒之下 杀了他 完颜亮知道后开始不安 而不久 学士张军起草诏书时 擅自改动 金西宗派人追查 有大臣揭发是完颜亮指使的 这让金西宗更为不悦 他下旨将完颜亮贬出京城 深感恐惧的完颜亮反信已起 尽管在出京的路上 金西宗突然召他回上京 并恢复为平章正式 但此时完颜亮反义已绝 或许是家庭的变故 以及朝政的不顺 此时的金西宗性格开始变得乖张 经常会胡乱发脾气杀人 比如 刺验时 因为一些小事滥杀无辜 渐渐引起朝臣的不满 朝堂不安 意图废除西宗的人开始结党行事 有勃勃野心的完颜亮 借机行动了 1149年12月 完颜亮发动政变 西宗遇事 完颜亮成为皇帝 这年刚27岁 贪淫好色 当上皇帝的完颜亮变了一个人 再不是那个文采飞扬 雅歌如福的文人了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他开始大开杀戒 从人到魔 完颜亮上台后的第二年 就向太宗一系子孙开刀 太宗子孙被杀的有70余人 不仅是宗室大臣满门被灭 他后来因为要震慑不听话的群臣 把本养育了他 但与他意见相左的嫡母屠善士也杀了 而随着权力的巩固 完颜亮贪淫好色的本性也显现出来了 他当了皇帝 后宫有无名号的妃子宫女就不计其数了 这还不算最为无耻 最无耻的是他强抢大臣之妃 尤其是乱伦 在中国古代皇帝中是首屈一指的 他曾对心腹大臣萧玉说 我即位之后子嗣不多 党人妇女中有很多人是我的中外亲 可以纳入宫中 为满足他的淫欲 他把自己的弟媳 妻妹 堂姐妹 甚至于他的旧母 叔母都收入内宫 供他肆意淫乐 完颜亮的神母 后被他封为昭妃 已生有一女 完颜亮竟令他母女两人一同侍寝 而宫中稍有姿色的宫女 更是他欲望的对象 同时 他还从民间的乐坊 征召女子轮流侍寝 而为玩出所谓的情趣 完颜亮更是做出许多不堪入目之举 他在临行之时 安排乐功奏乐 命人把围杖撤掉 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 还安排人当面说些吟言会语 以此为乐 完颜亮素有统一天下的野心 特别是刘勇笔下 三秋贵子 十里荷花的南宋临安城 更是他心之所往 他曾经派人将临安城西湖的美景 画了下来 制成屏风 并添上了自己戎装骏马 立于吴山之上的形象 为此 完颜亮把亲宋 作为了首要大事 为了达到目的 他不顾群臣的反对 开始筹备 先是把金国都城 签到了靠近南宋的开封 同时 罢费了与南宋的边境贸易 1161年10月 完颜亮兵分四路 对南宋发动全面进攻 史书记载道 中六十万 耗百万 瞻杖相望 争骨之声不绝 远近大阵 不过让完颜亮没有想到的 这次看似辉煌无比的男亲 会成为他人生的最后时光 战争初期 金兵进展顺利 一路攻城掠地 所向披靡 灭宋似乎是指日可待 可在长江边上的采石机 金军遭到宋将于允文所部 宋军的阻击 被打得大败 而战船也全被宋军烧毁 金军伤亡惨重 完颜亮被迫移住瓜州渡 与此同时 完颜亮的后院也起火了 他的从地完颜雍 趁他南征和中原空虚而称地 当完颜雍登位的消息传到前线 金兵军心动摇 而自势甚高的完颜亮 却固执地准备继续进攻宋朝 以挽回面子 11月26日 完颜亮准备下令 让驻扎在瓜州渡的金军 第二天渡江作战 并勒令将士说 三日渡江不得 将随军大臣进行处展 此令引发了军心动荡 人人自危 当晚兵变突发 完颜亮被杀 他的死状十分凄惨 先是被乱剑穿身 然后被乱刀砍得血肉模糊 叛将看他手足还在动 就继续用绳索溢杀了他 最后用大肠裹住尸体 一把火烧了 这年完颜亮39岁 完颜亮死后 继位的金士宗完颜雍 将封他为海陵郡王 士号为杨 而历史还有一个 以杨为号的 那就是随杨帝杨广了 而他二人的经历 似乎有着许多惊人的巧合 而几年之后 死了的完颜亮又被降级 费为海陵树人 并迁出金国亡陵 改葬于亡陵20公里外的平民坟地中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